我现在在越南的胡志明市 在江边看到了一座摩天大楼 我们都知道世界第一高的摩天大楼 是迪拜的哈利法塔高度828米 世界第二高的摩天大楼在吉隆坡 莫迪卡118号高度678.9米 世界第三高的摩天大楼 就是上海中心高度632米 此外在咱们中国的北京天津 广州深圳各有一座摩天大楼 排在了世界前十位 也就是说中国一共有五座摩天大楼 排在了世界前十 在我身后的胡志明第一高楼 世界排不上前十 最多能计前20 总高度461米 是东南亚第二高的高楼 最高点是上不去的 只能上到81层的天台上面 我这就过江买张票 带大家好好参观一下 走 白天拍摄效果好 看一下我在越南胡志明 花50万越南顿 约合人民币150块 住的这个酒店房间啊 空调电视 WiFi 卫生间 这还有专门的小便池 空间是很大的 重点啊 就是它有好几个窗户 两张床我睡的其中一张啊 四面八方 周围的高楼 清晰可见 还有另一个方向 可以直接看到 胡志明的地标 第一高楼 就是这座啊 周围的酒店和房子 都有一个大的天台 最外面 还带了一个阳台 我觉得四人一桌吃饭 干什么都可以啊 360度通透的 这个大玻璃啊 这边的楼建的特别窄 就像搭积木 集装箱 我正打算下楼去吃饭 就去第一高楼下面 外面三十几度的高温 太晒了 在咖啡馆 花十个钱喝了一杯咖啡 顺便查一下 去第一高塔的这个路线 可以坐公交车 摩托车看到我眼花了 从这上车 来 这次没打摩托 因为公交车凉快一些 有空调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高铁站 正在修建 过了一站 在街边 人手一张 我过去看看这是啥 有好多的数字 有好多的数字啊 怎么看起来特别像彩票 也不知道这是哪里 到河对岸了 现在附近找家餐厅吃饭 在街边吃的五万一份的牛肉炒饭 确实是正常的牛肉 里面放了洋葱 还有土豆 正好在街边理个发 看看需要花多少钱 在这简头啊 刚才跟理发师说 推一下两边 中间保留就行 这边榨甘蔗 两万一杯 一万杯 塞进去之后 从另一个口就压扁了 这个汁就出来了 在街边喝杯甘蔗 为了换点零钱打车 这个甘蔗 特别的甜 下午的四点半 来到了一个粉色的教堂 中间的这个时钟非常明显 有很多人在这拍婚纱照 这儿的公交车很多 随便上 先坐好再给钱 最后的位置 统一价6000 这个区域还查身份证 像是来到了大使馆 有这样的人 还要我们看到 比特别多的 一个非常明 47 我们下 areas 我们下来到全部 这边的请订给你们 我们下来来 这nt课 我们下来 然后快 etwas 我们下来 也一会 我们下来 在城市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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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了槟城市场 这儿类似于海鲜市场和菜市场 如果你不按电钮 这个车是不停的 只有按了之后 按完之后才会停 这里是公交车的始发站 这一条街上到处是宾馆 到对面找个住的地方 这是菜市场 这边流行吃这种生芒果 这条街不错 这是一家青年旅社 住宿 没有电梯啊 全程爬楼 一口气 上五楼 这个房间 是个四人间 我住在 C4 上坡 这后面 有一个阳台 可以看到金融中心啊 就住在这个大楼的后身呢 顶楼这里太热了 能把人给蒸熟了 我先手机充个电 然后出去吃饭 一个床位花了65块钱人民币 就像学生宿舍 在街边找到了一家当地的餐厅 进去吃饭 这个菜单没有中文啊 我只能凭借感觉 吃这个59k的 然后再点一杯喝的 菜上来了 吃了加喝的 一共八万越南炖 正好跟上次在牙庄吃的一碗兰州牛肉面 价格一样 把这个柠檬加上 我觉得每次都有这个菜叶 可能是东南亚这边太热了 吃这个有助于消化吧 这个造型很特别 坐着摩托车破江了 到达了停车点 直接2万我不用找了 在售票处的旁边有一个溜冰场 像这边的随便一个套票48万 我来个基础的30万的 给 从第一层直接到79层 从这看一下电梯的速度 上面没有速度显示 可以看到楼层树 在里面觉得有一些耳鸣 也就50秒直接到79层 我从这出来 在这吃顿大餐200多万 相当于人民币600块 进来看看环境 直接可以看到江边的风景 哇 这个餐厅太棒了 城市风景 尽收眼底 胡志明这座城市也挺大的 不过和上海比起来差远了 很多当地的越南妹子也来到了这上面拍照 哇 beautiful 这儿的望眼镜不用扫码 免费的 这边就是市中心所有的摩天大楼 尽收眼底 透过望眼镜看到江边有很多的水草 还有江边的房子 稍微有点模糊 这是48万套票包含的VR体验项目 下面像是一个高铁站 公路上的小汽车就像蚂一样特别小 现在的气氛是36度 特别热 上面风很小 这下面看到了一个咖啡厅 我的脚下瑟瑟发抖 蓝色的都是出租车 从这看一下黄金地段住宿的价格 在手机上江边的位置 江边的住宿300块钱起步 均价在500以上 想要住在这个地标大厦里面 至少需要1800 还要加上200多的税 就是2000块啊 就可以再云端 房间的视角 跟我们看到的这个视角是一样的 坐在这里晒一晒太阳 非常舒适 我们熟悉的西贡植物园粉色的教堂 还有市中心的政府大楼 学校 火之站都在这个方向啊 在远处有很大的一块空地 这就是新山一机场 胡志明城市的面积约2094平方公里 是上海的三分之一 但是人口数1200万 上海数的人口啊是2400万 所以这边的人口密度很大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花花的房子啊 建的密密麻麻的 这边的江流交汇 特别像上海的黄浦江 而且这儿的房子最贵的地段 超过了20万人民币一平米啊 房价堪比上海 人口密度比上海还大 所以把这里称之为小上海 但是这儿的高楼的数目 远远比上海少很多 最贵的应该还是上海的汤城一匹吧 因为随随便便买套房就要一个月